尽管人们不知道科学的规律和它的奥秘 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看到和享受生活中的科技成果 习惯了和科技打交道 我们不要忽视1940年战争爆发之后科技的巨大发展 参战国对科学和科学家们给予了极大重视 保证了军备竞争以空前的形势发展 也不要忘记发生在1956年到1971年之间 当绿色革命发生时 农业作物的产量翻了一倍 得益于遗传学和化学的发展 一样对不断增长的人口 1968年首例科隆植物细胞诞生 这种科隆改变了植物基因 无论是农作物还是景观植物 同时也研制出了可以抵抗疾病和病毒的植物种类 这增加了粮食产量 尤其世界小麦的产量 你能够设想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科技吗 你设想一下生活会变成什么呀 没有电话信用卡 电脑火车汽车飞机洗衣机冰箱等等 20世纪的人们成了懒汉和沉浮于各种科技产物的奴隶 直到我们不能缺少它 因为人们完全习惯了科技的生活 我们在二十世纪见证了政府外太空的火箭时代的开始 这一时代从1938年开始 我看到那时的火箭体积很小 重量只有15公斤 德国在二战时期制造了F2火箭 它是第一艘离开地球的火箭 第一个空间站是在1945年 我看到 有火箭附载着进入太空的 这些空间实验十分以后 发射航天器 奠定了基础 之后载人载物 在1957年的时候 前苏联发射了首颗围绕地球旋转的人造卫星 人类通过收音机接受其信号 因此它实现了对美国的太空领先 1969年 美国的两位宇航员 有史以来首次摆脱地心引力 登上月球 并在月球表面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据中指的是1969年7月20日 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艾德温奥尔德林 从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 首次成功登上月球 在月球表面游动 跳跃 拍摄月面景色 收集月圆和月壤 安装仪器 进行实验和向地面控制中心发回探测信息 在月球表面停留21小时18分 实现了人类几千年来的梦想 这已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和壮举被载入实测 我看了 我看了 1971年 第一个为了登上火星表面的空间站落成 尤里加价格林 苏联宇航员 世界上首位上太空的人 1961年4月12日 尤里加价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 在离地球181千米的轨道上绕地球飞行一周后 安全返回 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宇宙飞行 开创了载人航天的新纪远 他驾驶的东方一号飞船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载人进入外层空间的航天器 1968年3月 他在一次普通的飞行训练中 因飞机失事与难 20世纪被认为是最富有影响力的一个世纪 这个世纪的科技成就前所未有 他的档案是科技含量最高的 因为他是动力最丰富的一个世纪 爱滋病避孕药 小儿麻痹疫苗和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也出现在这个世纪 但是 研究的课题 短语 是 是 是 定语 这次短语 莱娜与 也是 定语 一般情况下 当一个句子中既有单词定语 又有短语定语时 需先用单词定语 再用短语定语 这样句子才显得紧净 但这里共有两个技词短语 其中莱娜与小儿卡的关系更为紧密 故把莱娜提到单词定语 阿海岸的前面 这种用法在现代报刊及科技文体中更多见 这种用法在现代报刊及科技文体中更为紧密